NBA的交易市场已经进入了尾声,可以说从自由市场的大门打开之后,联盟每天都会有惊喜。 比如詹姆斯加盟胡人,乔治旭约雷霆,杜拉特与勇士签下一付1加1的合同金额只有6150万,靠辛斯530万加盟勇士。 显然这几笔签约都是所有球迷没有想到的事情,尤其是靠辛斯530万加盟勇士,更是联盟中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。 当然了这些人的签约无疑改变了现役联盟的格局,比如如今的勇士已经成为了联盟最大的一名霸主,还有胡人在得到怎么说之后也成为了勇士之外第二大夺冠热门。 毫不夸张地说,今夏无论是自由球员,还是受限制的自由球员,今夏基本上都找到了比较满意的球队,不过俗话说得好,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单膝或服,显然这句话用在今夏的交易市场在合适不过了。 虽说今夏大多数的球员都找到了合适的球队,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在今夏是有加无视,或者也可以因为错误了估计了自身的实力,从而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 而这个因错误估计自己实力的球员代表无非就是卡佩拉。 说起卡佩拉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,尤其在上个赛季卡佩拉,更是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数据,在常规赛中卡佩拉能够场均能够得到13.9分10.8篮板,1.9盖帽,而且投完命中率高达达到65.2%,而到了季后赛卡佩拉的作用依旧明显,尤其是他在内线的,作用更是被联盟看成是两杯毒药。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,火箭能够在上赛季打得非常顺利,而且也就是因为在这种漂亮的数据下,卡佩拉才有足够的信心,向火箭要一份高薪,但是遗憾的是自从进入休赛期之后,卡佩拉便没有和火箭谈聋,而且在和火箭谈崩之后,卡佩拉的经纪人,更是给联盟金石之球队打了电话一次来推销卡佩拉, 不过遗憾的是即便卡佩拉如此的推销自己,最终依旧没有能够得到一份合适的报价合同,而且在前两天有媒体报道,卡佩拉已经准备接射火箭的自制报价合同,显然在这种情况下,大家大非常疑惑。 卡佩拉,到底问火箭要了一份什么样的合同报价,就在昨天据的Rocket Spire的记者Kaleiko报道,火箭和克林特卡佩拉的续约谈判中,双方分歧较大, 据称,卡佩拉寻求得到超过公牛后卫扎特拉文四年八千万的合同,而火箭则更想给出类似于开拓者中锋约瑟夫纽基奇,四年四千八百万范围的合同。 不得不说从这份合同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,卡佩拉与火箭之间的分歧有多大,同时也能够看得出来,卡佩拉心理的落差有多大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卡佩拉,之所以难以拿到高薪,最主要的一个原因,就是考新斯的53零万加盟勇士扰乱了整个自由市场, 同时除了考新斯之外,还有护华德的1100万两年,诺埃尔的340万两年,所以说从这些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,如今联盟已不再喜爱大个子球员,而且联盟中的内线球员也已经不再是相拨拨,尤其是考新斯的530万,更会成为联盟中的一个标杆,说白了联盟都会拿考新斯与联盟中的球员做比较, 而这样一来金霞联盟中的内线球员都很难拿到高薪,当然了大家或许也会说火箭的4年4800万合同确实有点太少了,名下卡佩拉完全可以跳出合同,签下一分起薪在2000万的高薪,显然大家的理想是比较好的,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旦卡佩拉接受了火箭的资质报价,那么火箭新赛季绝对不会在那么重用卡佩拉,就像独行侠上赛季对阵诺埃一样,说直接一点就是今下卡佩拉错误的估计自身实力, 毕竟联盟中吃饼的球员好找,而为饼的球员太少,所以说对于卡佩拉来说今下如果不能正确的面对自身的合同,那么明年卡佩拉或会成为第二个末态,即便不能成为第二个末态,明年卡佩拉也不会拿到高薪,毕竟在现在这个联盟内线球员,已经是一个有价无事的联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